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玩一次GTA 玩什么 是这样 我今天是这么想 今天我想给您展示一下 我的自动射击的程序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训练一些个模型 其中就包括GTA的自动射击的模型 其实我还训练街头霸王5 其实有一些问题 一会儿咱们有时间再跟您说 今天咱们干什么 今天我就想用我的模型 咱们做一些自动设计 那么怎么设计 大家请看我后面 这是一个靶场 对吧 今天咱们就在靶场 咱们做一个自动打靶的练习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靶场 设计开始 试一试 我现在因为是用GPU来做 所以说和我的GTA稍微有点冲突 所以我现在把GPU 我的GPU主要用于处理这个GTA的游戏 然后我的这个模型 我用的是CPU做 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好咱们先少讯 马上进入靶场 咱们试一试 这是靶场 咱们进入 Go 没进去 进去了 是这样 咱们在靶场一般是干什么 一般是训练咱们的设计能力 对吧 让咱们设计更稳定 更准 减少后座力 对吧 好 这个挑战术 咱们调成无限 开始游戏 我先是单日举 好 开始之后 是这样 大家请看 有几个设置 第一呢是设置咱们选什么枪 第二呢 设置咱们挑战哪种模式 今天我就想选择 咱就其实都无所谓 手枪 然后第一个这个随机把 好吧 我先 我自己先打一把 咱先看这个效果 稍等我调一下这个视角 稍等 好 比如说咱们现在射击 对吧 射这个橘黄把呢 是加100分 对吧 我现在正在射 然后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紫色把盘 这个不能打 这个是减150分 所以说我要把它躲开 一会我用我的这个AI 做的话也是 它只射橘黄盘 而躲开这个紫色的目标盘 好吧 稍等 我先 我手工打一局 好 这个就是大概是 这个打靶的规则 对吧 好 那么我现在开一下 我的这个代理 是这样 我在开我的这个代理的之前 我先给您讲一下 我的实现原理 是这样 我呢 会分析这个屏幕上面的 这些个把盘 大家请看 这屏幕上把盘有两种 橘黄色和紫色 对吧 我呢 会把这些把盘呢 做一个建模 让我的程序 去识别到它 怎么识别 我现在启动一下我的程序 看我的程序 是怎么识别到它 请稍等 我把我的程序启动起来 大家请稍等 我看一下 我是这样 我训练了两个模型 一个呢 是识别准确率高一些 但是呢 速度慢 另外一个呢 是识别准确率稍微低一些 但是速度快 这么两个非常矛盾的模型 好 咱们先看我这个识别准确率 我看啊 识别准确率高 但是速度有点慢的模型 其实我如果用GPU的版本 它一点都不慢 但是因为我GPU跟我的GTA冲突 所以我只能用CPU版本 稍微有点慢 咱们看一下有多慢 Go 好 我现在正在启动 一会咱们会看到我的屏幕上 会画出我识别后的结果 请稍等 正在启动 好 大家请看 稍等一下 请看 我在屏幕右上方吧 画出了橘黄色的盘 和这个紫色的盘 同时我标记出了颜色 以及框 包括它一些识别的百分比 都出来了 对吧 咱们用这个模式 咱们再打一把 您看一下 稍等 好 大家请看 实时的这个屏幕上的把盘 它都已经看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 现在还是 还是我在打 但是呢 它会这个把屏幕上 及时的给我返回出来 让我做分析 比如说我现在去打几个 这个紫色的盘 比如说 你看 紫色盘没有了 然后再输新的紫色盘 它也会认到 然后呢 把这个认出来的结果 画在屏幕上 然后箱的位置 都给我标出来 对吧 这是我现在训练的结果 但是现在我的这个程序 因为是这个精准的预测 然后呢 走的又是 走的是CPU的版本 所以稍微有一点慢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代理关掉 稍等啊 它能够准确的识别 仅仅是有点慢 我现在再开一个速度快 但是呢 识别率差一点的代理 咱们再看一下啊 好 我把它启动起来 这个代理呢 识别的速度较快 但是呢 准确率不高 咱们看一下 这就是取个平衡吗 大家请看 我现在是不是 这个也能识别到 但是这个框比刚才大一些 对吧 咱们在这个情况下 咱们再打一把啊 够 我现在还是手工打啊 大家请看 它能认到 但是呢 速度非常快 对吧 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它画的框比较大 好 咱们打啊 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我再打几个紫色的盘 然后这又刷出新的紫色盘 它也都认到 只不过它速度很快 但是它识别的这个 精确度不高 对吧 它画出来这个 画出来这个方块也比较大 就是因为它识别的这个准确度不高 所以说呢 它把方块加大 而增加它这个识别看似准确度的一个感觉 OK 我就是用这个模型进行干什么 进行我的这个AI的设计 换句话说 我先把我这个关一下 是这样 大家请看啊 我怎么做自动打把呢 我首先通过我的模型 然后找出屏幕上方框 换句话说 这个橘黄方框的位置 然后呢 我算 因为是把盘嘛 我算出这个橘黄方框的中心点 然后把鼠标移动过去 进行设计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嘛 对吧 那么这个思路怎么实现 稍等啊 我现在去开我的AI代理 我先把这个关掉 好 屏幕上的这个标注的框已经消失 然后我开我的代理啊 请稍等 稍等 我先看一下我这个代码 是这样 我的代理也是做 我也是做了两个模型 第一 其中一个模型呢 是用这个准确度高 但是速度慢的模型 第二个呢 是准确度低 但是速度非常的快 好吧 咱们先试这个准确度高 但是稍微有点慢的这个模型 好吧 我现在马上启动 注意看 Go 最理想的情况下 我是用GPU的版本 但是现在因为不是很理想吗 我用的还是CPU的版本 但是也无所谓 好 我的代理正在启动 启动起来 OK 那咱们再来一局啊 现在就不是我打了 好 现在不是我打 现在是我的代理在打 大家请看 他会瞬间移动鼠标 然后呢 进行射击 一般会瞄准 这个把盘的正中心打 大家再看 有时会射空是吧 我发现 他射到一个这个紫色的把盘 就是太不应该了 这是准区率相对较高 但是呢 速度较慢的代理 OK 打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成绩啊 大家请看 几乎 稍等 我看 我能不能过来 能够看到我的鼠标吧 几乎都打在这个把盘的正中心 但是呢 有一枪打错了 打在了这个紫色的把盘 是吧 几乎打在这个正中心 OK 咱们再来一把 再试一把 咱们换吧 其他手相 比如说 战斗手相 可以吧 咱俩网 各级各位 开始 瞄准 设计 几乎是打在中心 偶尔有打偏的情况 几乎都是打在把心 因为是这样 我发现 通过我编这个代理 我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说 GTA 根据你使用的这个枪不同 它在移动这个鼠标位移的时候 会有些许的差别 比如说 我使用手枪 我要呢 把我的鼠标往横着 移动100个像素 但是根据你不同的枪 移动这个实际的位置 可能会移动110 可能会移动95 是不一样的 所以导致我移动时候 这个把盘有时打的 不是正中心 会有这个问题 好 咱们现在用的是 我这个精准瞄准 我再给您换一个模式 换一个 因为我现在是这样 当我打一枪出去之后 我呢 让我的这个代理 停0.3秒 这是我现在的这个处理 为什么停0.3秒 因为如果不停0.3秒的话 它会打完这个把盘之后 在原地又打一枪 为什么 因为这个 GTA打把盘的这个小游戏 它打完把盘击中之后 它不会立刻消失 它会向上收起 对吧 向上收起的这个动作 我的这个代理又检测到 它向上收起的位置 会向它再开枪 可是这个再开一枪的时候 它已经把把盘收起来了 所以看起来 像是开一个空枪 有这个问题 咱怎么看到这个效果呢 我把我的这个 这个 打枪之后的这个 睡秒0.3秒 我改的稍微低一点 好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效果 它会 这个情况 它会放空枪 准备试一下 正在启动 好 我的代理已经启动起了 咱们再试一下 这样等待时间相对较短 开枪速率会比较快 是吧 比刚才速度会快 但是大家能看到 大家请看 又在放空枪 对吧 是有这个问题的 一会咱们看一下 这个命中率 又放空枪了 就是因为它识别的 这个东西比较快 而且它识别是这种 已经打过的把盘 也被它识别出来了 它还打到那儿去了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 大家请看 这个就打的 不是正中心了 就稍微偏一些 是吧 就因为我这个 设计的时间 稍微短一些 好吧 有这么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干个什么事 是这样 我跟您说了 我设计了 两个识别模型 一个是速度较慢 但是精确度高 今天我再给您试一下 速度较快 精确率又比较低 的这个代理模型 它打出了什么效果 咱们试一下 您会发现 可能有点乱打的感觉 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开一个 速度相对较快 但是呢 识别度相对较低的这个代理 够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是个什么感觉 是不是还能够枪枪打造这个靶心 OK 再来吧 够 好 看一下 举枪 准备 这速度较快 这速度较快 但是命中率 可能不是很高 大家看看 这就是 AI自动打靶的逻辑 有点意思吧 人打肯定打靶这么快 还在打 还是会分数不低 OK 看一下成绩 看一下咱们的成绩 还几乎打在了靶中心 而且得分非常的不低 得了5200分 也就是说 其实我现在也是有矛盾 就是说 我呢 现在也在训练这个 训练这个街头霸王5 我是使用这个脚快的模型 但是 这个命中率 或者说这个准确度较低 还是说使用这个准确度高 但是呢 慢一点的模型 我是 现在也是比较犹豫 所以我说 在这个GTA打靶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把两个都训练了一下 对吧 您也是看到了这个效果 到时候您觉得 我是应该用这个速度较快 但是精确度稍微差一些 还是说速度较慢 这个精确度高一些的视频 这个AI呢 咱们再打一把 好吧 我再给您试一试 咱们再看一看 够 我目前看来 好像这个 我这个速度快的这个AI 感觉效果还算不错 几乎也能打到中间 是吧 只不过它的这个 认识的这个准确度 稍微低一些 而且放空枪的次数也多一些 反正不管怎么说 AI肯定比人的准确度要高 而且速度要快 这是今后为什么咱们做成 咱们是AI时代的这个原言之一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打打别的强势上 实际上 我再说另外一个话题 我现在在一开始 我是准备用这个模型 去训练街头霸王5 最近我发现 我把这个难度想低了 为什么这么说 那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AI打靶 它能够认到 因为非常简单 我的目标靶盘就两个 一个橘黄 一个是这个紫色 虽然这两个的靶盘的形态 完全相同 导致一些个认识上 可能有些失误的地方 但是 还行 我呢 为这两个靶盘 分别准备了500多张的训练数据图片 如果说用这个算法 做街头霸王5 会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 街头霸王5 现在我目前建模是34个角色 让每个角色需要做500到1000张图片 然后呢 我要做标注出来 但是 街头霸王5 我一身玩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 他每个角色 还有很多很多的皮肤 这就要了我的亲命了 什么圣诞节皮肤 加了很多很多皮肤 很多很多颜色 而且装束都不一样 看起来就跟另外一个人一样 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增加了我训练数据的难度 因为咱们在做这个AI 或者在做这个数据训练 这个集体学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叫什么 叫做 大家请听好 叫做什么 叫做 咱们的训练数据决定了咱们AI的上限 而咱们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TensorFlow 对吧 咱们使用的工具 或者说咱们用利用的模型 自己设计的模型 仅仅是逼近这个上限而已 于是说咱们AI做的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咱们的训练数据 比如像咱们这个AI打把 我的训练数据感觉准备的就算不错 所以说咱们命中率还算是不低 对吧 但是要做基督霸王的话 我感觉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基督霸王今后我怎么做 还做不做 我其实挺苦恼的 为什么建模数据太多了 34个角色 每个角色咱们算有20身衣服 然后一身衣服 我要准备500到1000张图片 我的个天 反正我是有点望而却步 咱们不说了 咱们再试打把 咱们用这个散弹枪再试一把 抗销怎么样 go 这散弹枪这个射速有点慢 感觉还算不错 好吧 那看今天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我会活用我的AI技术来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小程序 小视频分享给大家 同时我目前准备做下一个AI 是准备自动驾驶 我准备做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 Ado's方块 Puyo Puyo 它是在网上可以和人对战的AI 我也是在我的考虑范围当中 以后准备在电子竞技方面 我可能做一些AI去挑战一下 大家请看这个枪的命中率就非常的低了 是吧 可能这个跟散弹枪的效果有关系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我的AI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